我們臺灣國民黨黨主席將在七月改選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 連勝文公開表態 考慮參選 在過年期間 他陸續敗會了前副主席 郝龍斌 高雄市前市長韓國瑜 前主席朱立倫 他也在昨天晚上前往南投參加 親公會總會長的交接 難得跟現任的黨主席 江啟臣同臺 兩個人有沒有談到 黨主席的改選呢 我們一起來看 好 其實兩個人在高鐵上 就遇到了 而在交接典禮上呢 兩個人除了握手之外 沒有互動太多 座位之間 也是隔了一個人 沒有坐在一起 那麼事實上 張繼承 已經在日前宣布 爭取連任黨主席 而連勝文在出發前 也接受媒體訪問 表示其實跟朱立倫 韓國瑜 時常見面 都是在討論黨內發展方向的想法 博制是要拉攏結盟 那麼至於到底要參選黨主席 他表示還在考慮當中